大家蠻喜歡聽陳秉文跟蔡壁仲的故事 對 先加碼一個小故事 蔡壁仲他是之前陳秉文貪官的辯護律師 現在是法務部的陳秉文事長 他同時還有一個身份叫做 陳秉文那時候有一個高鐵事件 2020年的時候 在高鐵上面叫了300萬 就一堆人在講這個事情 他就說 這300萬是要給他兒子 去菲律賓做珍珠奶茶生意 少無所謂 因為洗錢房是辦公室主任 就他的辯護律師 錢會有問題嗎 洗得乾乾淨淨啊 所以你看 他想說施法怎麼崩敗 他還不是只有施法的問題 連家人洗錢房子 都自己了 太屌了